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显示的是我系统里的显示是有一笔比较大的 做多的资金进入 可以看到这个价格就突然上去了 清算了很多空头 这根绿色的柱子 这根柱子代表是交易量 这根绿色柱子代表的是清算的额度 当时我觉得挺奇怪的 因为当时市场并不是一个牛市吧 市场大家也都比较悲观 而且负面新闻比较多 但突然就来了这么一根 然后我就复盘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 首先这个屏幕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订单积累 当时有很多卖单在这个位置 在大概16700到16900左右 有很多这样的卖单 但是这根杨柱还直接上去了 然后在这个位置清算了一些空头 很大一笔空头 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柱子 就是清算空头的额度 然后接着它又上去了两根 然后又清算上了两个比较小的空头 大家也可以在这看到 这两个小的红色的是清算的是 就是比较小的空头的额度 然后这个open interest的就是 微信当中留一下就下来了 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8点 8点这会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然后复盘了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之前正好我保存了一下 当时的屏幕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当时的29号晚上的 这个是GMT 就是隔离位置时间 大概是加7个小时之后 就是大概是29号下午晚上那会儿的 一个这个清算的截图 就是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清算额度 是在这个16500到17200之间 就这么一个位置 有很多很多等待被清算的空头 或者说等待可以被清算掉的空头 就在这个位置 当时我在手机上也有一个截图 显示的这些清算位置 主要是 BitPhinx那个交易所下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一个大阳线主要原因 就是BitPhinx 应该是使用UST 在这一瞬间买了很多很多 这个红色的线 就是BitPhinx下的单 他在这个时间段买了很多很多的 这个BitB的线货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大量的 底下这个黄色的是BN 线货 然后这下面呢是期货的一些 期货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 主要就是线货 BitPhinx 还有这个Coinbase 当时买了很多线货 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把价格给带上去了 而且当时这个空单 也主要是在BitPhinx 那个交易所上的 然后我就找到一个比较 有趣的数据 就是大概在29号下午 晚上的时候 这个Tether的国库 给BitPhinx转了7000万美金 在隔天这个清算 这些清算发生完之后 大概是8点 就格林维治时间的 0.38 就北京时间8.38的时候 往这7000万全部还回去了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时候 我觉得当时BitPhinx 应该是往前转去了 这个Coin交易所 开了一个多单 后来Coin就把这个 6500万美金 打回到了这个BitPhinx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 知道就是 这一回的就是 拉盘的这个时间 大概率是由于这个 就这根柱子 大概率是 因为这个BitPhinx 通过购买现货 然后促使这个 7位代位上升 然后他顺便下了一个 多单在这里 所以就一方面 让他自己交易所内的 这些通单报单 做他们的对手盘 另外一方面是 他在别的交易所里下的 这个多单位 自己赢得了一些利润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清算 短期的清算 可以看出很多 有意思的事情 还有一个 我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 这个就是 当时在28号晚上 29号忘了 当时我们在另外一个 群体在讨论 因为叫做TRB的 有一个 深山币涨得很厉害 当时都14突然涨到16了 当时是 市场比较凶 我们就觉得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当然我在群体海上 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 这都是我的手机截图 它从12涨到14块3 后来又往上冲 冲到16 我们可以看到 它拉了很多上影线 这种上影线 都直接冲到了订单位置 其实它是在清除一些 上面的这些流动性空投 接着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我有保存 28号晚上的时候 是一个TRB这个深寨币 我们可以看到 它大部分的空投 是在这边 然后最高 最多的一个是在26块钱 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管它 冲到16之后 也没有做空 然后我们当时是想设一个20左右的空单 但是后来没有 后来看价位在16 也没有去做 但是后来 然后第二天 结果我们就看到 一根28块钱的大洋柱 其实它就相当于 绑这边26以下的 所有的空单全部清除掉 这是一个强装币 就我们可以短期的 通过这些价格趋势 这个清算的这个价格线 特别是靠近这个 当前价格位置的这个清算线 来判断出来 这些这个价格 可能短时间产生的一些 走势 因为你像这种强装币的话 它一般它就是会往着 它会先 如果是它在上涨区间 它会先往上面的这个空单 给清除掉之后 然后再一次性来一个大约线 再往下面这些做多的人 也给清算下去 基本上强装币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操作逻辑 刚才比特币 像比特币这种大额的这种 它的清算空间就会比较小 它只会清算靠近它位置 很多的密集的清算区 它不会一下子拉到很高很高 因为那样子需要资金量带大 对于庄家来说 成本也比较不合适 如果是向上拉的话 可能会有交易对手 趁机抛货什么的 对于它来说 它也赚不了很多钱 但是会消耗很大的资金成本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山寨币的强装币的话 你通过研究这些 清算空间还有筹码的分布 你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来 短期的走向 你可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 这个做空 或者一个比较低的 做多的点 来去就是可以开一个 比较小的杠杆 来去享受一下这种 一下子很大的一个利润 但是这个需要 比较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我的分享大概就是这些 我想补充一下 这个清算的事情 我们看到比特币的清算 集中清算已经移到了 15400到14300 这个区域 这区域是很多清算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 如果说哪里真的是底的话 就我会很愿意看到 这些单子会大量清算 然后达到一个 1312这样的位置 这是短期 ETC我记得好像是集中清算 昨天查的 昨天今天凌晨查的 好像是16100 好像到16700之间 有很大的量 查一下稍等 这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大量的清算位置 实在应该是清算多头 基本上是集中在16200到16900之间 估计价格会停止在16200 1631左右 评论区里面有人问到 这个清算指的是什么样的清算 就是指的是期货方面的 指的是未平仓的合约的清算 一般来说 开单 你好比你在一万块钱 开一个十倍的 做多的订单 你的清算位置就是 如果跌到九千 你的钱就没有了 你的本金就没有了 因为跌了10% 你开的是十倍的 其实就是杠杆的 这个爆仓位置 或者说有一些清算 基本上清算指的 都是爆仓的这个位置 就是 而且清算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种 它有这个高杠杆 低杠杆的 然后有低杠杆的 一般很难被清算掉 一般清算的就是 一般就是5倍以上的 5倍到25倍 50倍的这些 比较容易被清算掉 或者说是 有些它在这里设计 设的可能不是爆仓 只是一个止损位置 这个可以通过这个 CVD这个 订单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 订单一般 订单累积多的地方 很多除了这个是 抛货或者是 埋进的位置 其实它就做的是 一个止用止损 就是你如果在这个 期货订单里看到的 就止用止损位置会多一些 现货位置就是 买单或者卖单多一些 从这个点来讲的话 那这个 这两天的这个现货 现货上涨 期货清算 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 必然的联系呢 因为期货是要跟着 现货走的呀 所以一般来说的话 如果是现货上涨 期货也必定会上涨 要不如果 期货上涨 现货上涨 期货不上涨的话 中间就有套利空间了 然后会产生 这个费率就很大 所以这个费率 就是为了限制 这个期货和 现货之间的价差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现货上涨 期货必定上涨 但其中有一些 无风险套利 你可以根据 期货现货 或者期权现货的 这个价格 差进行一些套利 无风险套利 还是可以的 特别是在牛市期间 比较容易